我们两个在一起一年多了 本来都挺好的 但是他最近变得特别多疑 我有点受不了 我这么对他 就是因为我真的很介意这个前男友 他能为前男友付出的事情 对我做不到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喜欢我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信任最重要 他现在对我各种猜忌 甚至还有冷暴力 我好失望 我跟他就是奔着结婚去的 但是因为他和前男友 藕断丝连 让我觉得特别的无奈 他太小心眼了 他自己过不去这个坎 还对我做了很多过分的事 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掌声有请这一队有请 男嘉宾张先生23岁 来自河北是一名学生 女嘉宾白女士21岁 同样来自河北也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主持人你好 好 谈恋爱谈了多久 谈了一年 奔着结婚去的 对 在学校里认识的 对 我们不是一个专业的 但是加入了同一个社团 我第一眼就觉得他挺好看的 然后就约他出来吃过几次饭 感觉挺聊得来的嘛 然后就在一起了 挺好吗 什么前男友烂七八糟的怎么回事 就是刚开始 我跟他在一块还挺好的 但是后来我就发现 吵架之后 我觉得大男子主义很严重 我有一次 跟我前男友吃了一次饭 从那之后 他就开始对我管控管得很严 让我有点受不了 然后还有对我进行冷暴力之类的 因为我这人比较直来直去的 他这么对我 我真的有点受不了 你跟你前男友吃顿饭 对 就吃了那一次饭之后 他就变得特别跟以前不一样了 你怎么知道的 是我哥儿告诉我的 就是当时他瞒着我 而且吧 就是他这个前男友 还不是一般的前男友 是他的初恋 而且他们在一起五年时间 就特别长 跟他吃饭还不告诉我 我就觉得 他肯定是还对他前男友 念念不忘 我当时没有想瞒着他 我当时就是因为一些工作关系 才跟他吃的饭 但我没有想到他居然误会我 我当时也跟他解释很多 他都不相信 然后七八天就没有搭理我 从那个时候就开始 对我进行冷暴力了 我肯定会发火 你想你跟他吃饭都不告诉我 而且你们俩就之前 有那么长一段时间的感情经历 我就觉得 就这件事对我影响特别大 就是他这个前男友 在我心里一直是一个梗 虽然我平时嘴上不说吧 但是我心里会就是做一个比较 我就觉得他对他前男友 就比对我要重要 不是 你是怎么比较的 就因为有这么一件事 就是他之前他考大学的时候 他为了跟前男友在一起 他甚至放弃了去中船的机会 然后留在了保定 但是现在呢 就是我们也面临到毕业了嘛 然后我们就是 其实也见过家长了 两方都觉得挺不错的 我家长这边想把这个事定下来嘛 毕业就打算结婚 但他就还想去中船 想通过考研去中船 但是就是冲突了嘛 但是他就不能为了我 就放弃去考研 还是打算就是坚持考研这件事 可是当时那个 是因为我已经放弃过一次了 我这次真的不想再放弃 这次这么好的机会 然后我就觉得 考研跟谈恋爱并不冲突啊 而且我觉得他如果爱我 他就应该去支持我 我从大一就已经开始准备了 结果那件事之后 他有一次把我约出来吃饭 然后就说什么要订婚啊 要买房的事 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 大三这个关键时候 他不应该有其他事情来打扰到我 然后我当时就拒绝了 结果呢 他立马就给我火冒三丈 给我发特别大火 就说什么一些很难听的话 我就觉得我到底做错什么呢 你要这么伤害我 我当时觉得我自己特别委屈 我就是因为爱你 我所以说我才不想让你走啊 你想如果你考研的话 那他就要去北京 你也去啊 我比他第一年级 他先去啊 那不就相当预地恋了吗 我就不想就是 我们俩有机理 一只新的给他吗 主要因为我为什么摸他手机 他天天玩那手机 我看那手机我就烦 我就想起他前男友 他是给我买了一个新的 他买了新的之后 他把那个舅舅给我扔了 他扔了之后 根本就不问我的感受 万一里边有很重要的照片 通讯录的 他不太考虑我的感受的 是是是 我真的不理解他这种行为 你前男友给你买的手机 我跟你没收了 我还能给你好好保存着 我恨他砸了他呢 看了眼我就给扔了当时 不是你要这样的话 你就不应该跟这姑娘谈恋爱 就过去就过去嘛 但是我 就现在不想看到了 行行行 还干什么荒唐的事 然后这件事之后 他又开始了 七八天都不再搭理我的 我没不搭理你啊 我不都让天天陪你吃饭 你是接我 送我陪我吃饭 可是这一路上 你都干了点什么呀 他都不带跟我说一句话的 就摁啊摁啊的 之后就我连 我剪个短头发 他都不让 为啥呀 这事当时那样的 就是 就是他认识他 前代佑的时候 不是不是 这事跟那个没关系 好好好 吓我一跳 就当时是我正在吃饭呢 在外面 就是他没事 就突然给我发条微信 他说那个 我想剪个短头发怎么样啊 我说你长头发这么好看 你剪短头发干嘛 我说你没必要剪 我就给他回来一句不行 就没想到 半个小时不到 他直接就 点个短头发 出现在我面前 我就想 我说你这是故意 曾经给我找对 没有 我当时 其实不是要跟他作对 就我当时给他 问了他意见之后 我觉得他不行就不行吧 但是我真的想 换一下风格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假的 戴在头上了 假短发 对 然后我当时带他 其实想给他 一个小惊喜 结果没有想到 当时那么多人 开始骂我 嚷我 然后又当场 跟我提分手 至于吗 我就戴了一个假头发 但是之后 他可能也知道 这是假的 然后也没那么生气了 但是之后呢 又开始了 七八天又不打理我 我当时生气 是因为他就是 我都跟他说了不行了 那你是谁啊 你说不行就不行啊 那最起码 你得跟我商量一下吧 那我当时就是生气嘛 你说你 我觉得他有时候 生气的点很莫名其妙 你知道就比如说 其实一些小事 都快把我逼疯了 他还要求我不能有 自己的生活圈子 他要求我 每天跟上班打卡一样 去他那儿就给他说 今天都跟谁出去了呀 然后吃了点什么呀 我穿的什么呀 就我穿什么 涂什么颜色口红 然后吃油的不好 吃咸的也不好 现在他都要管 其实我觉得 他真的管有点太宽了 是吗 我就是关心关心 他的生活 你说你出去 跟人吃个饭 我还不能问问是谁了 可以可以 而且他平时就是 他就总穿一些 就是比较漏的衣服 而且我也没有总穿 我就是专业需要 就场合需要 因为我是学艺术的 这种小事 我觉得你个大老爷们 就没有必要管呀 姑娘你这一年 也能忍受是吧 因为其实我觉得 都见了家长了 而且双方印象都还不错 我是想奔着最后去的 但是我没有想到 就那次跟前男友 吃完饭之后 他就变成这样 让我真的 那你后悔 跟你前男友吃饭吗 我不后悔 因为那一次 我真的是因为工作关系 吃的饭 他居然觉得 就是跟他吃饭这事 没必要跟我说 这是我最生气的点 好好好 你今天谁要来 你要来 是我要来 你要来干嘛 因为我真的 我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呢 是因为真的性格不合适 还是因为有很多 误会的存在 我希望他什么事情都说开 不要沉默 就是他总是沉默 他不说话 我不希望这样 那你还不懂他的意思吗 我懂他的意思 那你说说 他啥意思 他就是觉得我不在乎他 他就觉得他在我心里 不如我 那你在乎他不 那肯定是在乎他 要不然他妈妈保护你 是他重要还是你前男友重要 肯定是他重要呀 那还去中船不 去啊 完了 他肯定认为不重要了 是吧 所以你看 年轻人啊 生活路很长 老师们看看下面路 他们应该怎么走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在爱宝当中 经常会碰到就是 因为前任的问题 出现了一些隔阂 但是基本上我说的 接下来这句话 都是对女孩说的 这是我第一次对男生说 就前任啊 就是一根电线杆 你见或不见 他就稳稳地处立在那里 没办法 因为这就是这个人的过去 你要明白的是 你现在在跟谁谈恋爱 你是跟他在谈恋爱 还是在跟他的前任谈恋爱 跟他 那你干嘛要那么在乎 他的前任呢 我把这个女生这方面的小心思 告诉你一点啊 有的时候在跟你讲一些 前任的故事的时候 百分之二三十都有杜撰和吹嘘的成分 为什么 为了让现任更在乎我 你看 我的前任这么做 你现在一定要比他做得好 对吧 这样才表现出来 你对我有多么的重视 你现在把自己陷在了这个坑里 就是你觉得 如果他不为了你放弃中传的研究生 就证明他爱你没有爱前任多 这是不对的 你不能用这样的思维 去考虑这个问题 不能画等号 因为人在不同的时间节点 不同的情境 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 因为这是人的成长过程 所以你如果一直把自己 陷在这样一个前任的漩涡当中 拿自己跟前任去相比照的话 最后伤害的是你们两个人的感情 然后接下来来说 这个冷暴力的问题 冷暴力是什么 就是在回避问题 谈恋爱是最忌讳 有问题埋在心里不说 这样的话会让另一方 真的很抓不住你 一定要有什么问题 当天解决 马上解决 情侣之间是一定容不得冷暴力的 这样的话 你们的感情一定不会长久 所以 多替对方想 这样才会有一段美好的爱情 对吧 好 谢谢 谢谢老师 那还是回答我问题啊 五大还是一大呀 五大 五大 那你的这个意念 你会想 那个男人跟他在一起五年 你只跟他一年 他们俩在一起 所看过的景色 共同做过的一些事情 远远比你要多 你会觉得吃亏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 甭管他跟前男友在一起多少年 最后还是老你手上 对不对 这样想你又舒服了一点 也许你会想 他为前男友做了太多的一些事情 包括为他放弃自己的学业 但是一个能够跟前男友谈五年 并且能够放弃自己学业的女人 难道不是一个重情感的女人吗 是 所以说两方面都想一想 你的平常心就出来 你就是缺乏一颗平常心 内心太脆弱 你总是希望用一些形式上的问题 和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存在感 剪头发 向我报告 跟前男友吃饭 向我报告 你为前男友放弃了学业 也应该为我放弃学业 你太脆弱 太自卑 存在感不是自己要的 是别人自然而然给的 你说呢 对这样的男人 无论你如何的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你都无法托起他的自尊 因为他就是脆弱的 如果你以他的方式 处处向他申请 向他报告 想用这样的方式 来维护他那点脆弱的自尊的话 到最后 我觉得做人实际上面是有边界的 男生做的这一切其实已经越界了 其实咱们在一起到现在也是一年了 我也确实真的喜欢你 但是经过今天几位老师跟我讲了之后 我觉得可能有几件事 其实是我自己做错了 做过了 我可能觉得我也需要就是时间 然后去成长吧 就不管你今天走或留吧 我觉得咱们在一起这一年 我都觉得非常的快乐 我也觉得就是还需要时间 我们今天再去尝尝玩笑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两位年轻人 谢谢你们的分享 来 请关门 他们俩的结局 来看一看吧 请开门 我们的爱情到这儿 刚才刚开门 挑好一个结局